紅色小客車遭到追撞又往前撞 強烈撞擊讓車子車頭幾乎全毀 引氣乾被掀起 各式板金鄰近也通通裸露在外 其他車輛的備胎也掉在前方 敵方貨包到場處理 這起事故發生在4號清晨6點多高雄岡山 當時一輛白色大貨車疑似沒有留意車前狀況 先追撞前方正在等紅燈的紅色轎車 害得紅色轎車又再往前撞 接連撞了前面4台 包含1台貨車及3台轎車 車會一共波及6台車輛 就大家在停紅燈 說你們幾台小台都在停紅燈 然後大人撞上來 就撞上來就接連撞 最好界開著紅色轎車的男駕駛 因為錯傷已經送醫治療 另外因為事故路段 是岡山主要的對外道路之一 警方到場後進行了車禍測彙 後續也將進一步釐清沼澤